蓝的概念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处理的 不是只是某一蓝 而是很多蓝的话 其实就可以延伸出去了 列的概念 再来蓝的概念 那将来后面其实还有工作表 比如说你很多工作表 甚至工作部 其实都可以类似的概念 反正就跑个回圈 自动帮你完成 那只是说你要 就是后面可能你要多认识 几个物件名称 那前面我们用的比较多是Sales 跟Range 那后面如果你是工作表的话 那就是Shit 哪一个Shit 或者是哪一个工作部 就不可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做后续的 因为我们这门课其实 没有讲到那后面去 所以如果当然你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延伸去了解 毕竟可能这些课程 对各位来 有些同学来说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而且哪一天 你慢慢已经进入状况了 可能会又觉得不够了 像早期 那个基本函数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已经是很进阶了 可是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 现在好像VBA 学VBA 是慢慢已经变成需要的 可能过一阵子 也许会慢慢 这又不够了 当然 这个上班族 会被迫一直要进步 要升 所以现在工业4.0 上班族也要变4.0 对 如果你上班族没有变4.0 你现在还在1.0的话 恐怕你的工作量 时间永远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是用土法链钢 用传统的方式在做事情 永远赶不上 整个 就是 这个社会的变动 所以会觉得很忙碌 用对的方法做事情 真的会变得很轻松 他会自己帮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 我之所以会用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要把我自己的能力最大化 OK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上课要录影下来 因为我讲过的东西 至少我可以 有的时候不用再讲 有些人 他看个影片 大概其实他也可以学会 那我可以 后续 我再可以再多讲一些 更多更多的东西 所以当然相对的 我的课程不会一层不变 不是说那种 教育老师 从刚开始教到退休 都是教一模一样的东西 现在这年代不可能 混不下去了 你一两年没有update 其实会也是一样 所以没办法 这年代就这样 OK 那 这个部分刚刚主要是九指 多一个追 就是蓝的概念 那当然这个追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追 我的习惯是 烈用哀 蓝用追 这是我个人习惯 OK 所以其实我这每一行 你云端上面每一行程式都是我 从这到这都我自己写的 所以有一致性 那当然未来如果是你想要 能够有自己的东西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可以写成你自己习惯的方法都没问题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MOD证出 比如说能够被删证出 369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在比如说在旁边的地方练习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MOD MOD应该是属于什么 数学吗 OK 在这里 对 数学三角 OK MOD函数 然后它需要给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说呢 哪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数字 1 跟什么相除 跟3 它会返还给你什么 余数 就是除余多少 余多少 它会留给你那个余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有没有 1 因为1除以3 余1 2除以3 余2 3除以3 整除0 OK 所以 利用这样的概念 MOD这个函数 那假如说我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格式化 比如说我希望 这边 第一个 你要先选取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这个感觉 其实跟VBA 还是有点像 第一个你给范围 第二个呢 你给条件 所以呢 在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这个规则 那 特别注意 上面都不是啊 由公式来决定 那这个公式呢 就是可能要自己打上去啊 等于什么呢 MOD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 哪一个储存格 你可以以一个基准 我们的基准是在A2 所以你这边直接打上A2 斗点跟什么除以多少呢 除以3 如果呢 它回来的余数 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它能够被整除 那我就做什么 格式化 把它的底色 填满为黄色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哦 它也有一点点就是说 它是帮你向下 向右去帮你全部跑过 所以呢 该做锁定的部分 你也要锁起来 如果你没有锁起来的话 它会向右向下 那你的判断的位置就错 就会 比如说它将来会帮你向右的话 A会变成B B会变成C 所以呢 我们的判断的来源 一定都是A栏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一定要把A栏给锁起来 如果你没有锁A栏的话 它会变成 你可以试试看 这边如果说你没有锁A栏 按确定会怎么样 好像只有什么 第一列 为什么 因为你在第二栏 它就变成B了嘛 就变成C了 那相对的 它就会抓的 就不是抓A栏的 这个数字来判断 而是抓这里面资料来判断 那当然就不是整除了 而且绝对也不会是整除了 因为这个里面的数字除以3 结果应该也不是 这个0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就是 要做一个锁定动作 锁哪里呢 锁A栏 一样哦 设定格式化条件 也会有锁定的概念 那你如果把A栏给固定住了 以后反正呢 你要判断是 一律从A栏里面去抓的话 你按个确定 再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结果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 所以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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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有 蓝列锁定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呢 我希望 第一个是MOD 你可以用MOD函数 先做一下 第二个我希望 当然等一下 可以把这个设定格式化 拿掉 我希望对角线 对角线呢 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的 乘数跟被乘数呢 是相等的 但是还是会有 这个锁定的 这种问题发生 为什么 因为一定要锁一列 锁A栏嘛 因为我的 这个 比的不是 比里面东西 而是比它上面 的东西 所以呢 一样要锁住 一列跟A栏 那怎么做 那另外另外一边呢 有没有 这边的话 有没有 有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相加什么 乘数跟被乘数相加 刚好怎么样 等于10 那就把它加个颜色 OK 这里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就是先 把那个 我要 加颜色 那加颜色是指的是 第三列的部分 第三列部分 对 很快 对